有这样的居民真的让民众很困扰 新竹市近期出现了不少以卓油店的名义 或是从事麻将或是赌博等等的行为 而这经营的地点呢还是在社区大楼里 麻将馆24小时营业而且无人管理 引发了不少住户担忧治安的问题 陈勤社区大楼管委会主委也呼吁主管机关重视这个问题 警方上楼盘查店家 因为近日在新竹有不少住宅大楼 以卓油店名义经营麻将馆遭住户检举 社区骑楼挂上大大布条上面写着本大楼 不同意地下室设桌油麻将馆 违法经营事件层出不穷 社区住户不忍了 没有人管理 你今天有人抽个烟头乱丢 起个小火 没有人去把它弄洗 那人就跑掉了 24小时然后无人管理 只有自行进出 管理上也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麻将馆业者实在嚣张 经营地点就位于派出所不远的社区大楼楼下 麻将馆无人管理 大门又是锁着的 附近还有学校 恐怕影响学生 新竹县议员也联合大楼主委 要严格杜绝违法情形 我们希望可以立法来纳管来好好的把关 像那个桃园把它设为这个治安疑律场所 而不是等到已经设立了 民众检举才能够来办理 要查证属实 除了依法侦办外 也会将查处行情来含请市政府主管机关来进行裁法 市府表示若麻将馆经营属实可依商业登记法废止商业登记 居民则希望市府赶快拿出行动 别让住户连睡个觉也不安心 记者新竹综合报导